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招路 我是曹孟德 欢迎来到三国英雄群 是帝王吗 也还当群主 就是 至少咱仨猜个拳吧 不对 曹操都没称帝 要猜拳 也该叫他儿子来才是 嗯 我虽然没有称帝 但也禁绝了魏王 而且 三国之未输 第一卷 就是五帝曹本纪 三国之可是正式 我这是正式追风的 社会地位 再说了 我有说这是帝王群吗 这是三国英雄群 既然不是帝王群 那我就拉人了 诸葛亮通过刘备分享的 二维码加入群聊 这是什么玩意儿 敢抢群主的台词 这是我装的群聊机器人 听说他是我家 口名先生的粉丝 我就给装上了 您好 罗冠中时刻为您服务 好家伙 原来是写三国演义的 插出去 放个写正式的陈寿锦 你就不怕写正式的锦来 揭露你的暴行 至少人家承认我 魏国政权是正统 比你这个 尊流扁曹的小说作者 枪上好奇百倍 但是我写的尖雄曹操 反而让你更有魅力的不是 你把我写成什么样 心里没点数 你要是还有点良知的话 就赶紧给我发个批调帖 好的 其实曹操并没有行刺董卓之勇 那个行刺董卓失利的人 是寻忧 辟谣了 不是这个 说说你是怎么把 雄才伪劣的我 刻画成坚决的 好的 曹操主要图成记录 还有彭尘 叶成 我只写了徐州 削弱了曹操的雄才伪劣 辟谣都是事实 绝无捏造 我这良官的人头 一文军心 可是你编的 您缺粮时 放任士兵 真粮和吃人 确实真的 射击秋须 生灵涂炭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 住口 我曾涂炭生灵 隔月曾 不需百姓 发展生产 相比之下 你们蜀汉后期 入其朝 不闻之眼 惊奇也 明有菜色 你这位蜀丞相 怎么好意思吐槽我 等一等 明有菜色那时候 孔明都去世二十多年了 吴主孙修听说了这回事 还说 如果孔明在的话 就不至于这样了 我家孩子 会这么说话吗 我猜这一段 是罗冠中编的 恭喜你 猜对了 这货怎么就 静改对面编些好话呢 这个罗冠中 确实不大公正 修理一下 你看 无论历史怎样演绎 我纪汉已经得到 后世人民的推崇 群主的位置 当然要留给 众望所归的人 丞相所言极实 曹操若是失去的话 就早日交出群主之位 否则 我将亲自鞭打你 你还会打人 就像当年 我鞭打独游那样 要知道正史上 可是我鞭打了独游 那罗冠中 为什么写称 张飞鞭打的 罗冠中说 鞭打独游 有损我人后的形象 就把鞭打独游的故事 挪给张飞了 这个罗冠中实在太贴心 得修理一下 没想到刘史军 不仅有招贤之能 还有非凡之勇 国阵是天下英雄 为史军与操啊 什么意思 不把我放严厉了 放自然会放 生子 当如孙众 我去竟敢占我便宜 看见 我占天下 三分有二 刘史军身负汉氏血脉 你有什么 我 那个什么 我的家族 也是得到过遇险 后来又归元术 然后就送给我 谢谢啊 哎呀 最终天下 不是归我司马一家了吗 不如群主我来当吧 我请大家喝手磨咖啡 乱臣贼子 我腾郎不产 你黄雀在后 乱臣贼子喊谁呢 司马一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让你辅助 可没让你超越啊 我也不想的 反了 你们都反了 我还在这呢 你怎么也进来了 曹操对汉县帝使用禁言功能 曹操将群主转让给汉县帝 好了 群主是谁的问题 这不就解决了吗 群臣员曹操达成成就 邪天子以令诸侯 我在历史上是 奉天子以令不臣 不是邪天子以令诸侯 我遵奉天子 讨发那些具有不称之心的人 俗称尊王攘仪 懂吗 还尊王攘仪 你这是难免称霸了吧 狼子野心 可见一斑 这位霸蜀军师 你在说什么呢 我一生到死 都是汉丞相 我从未见过 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没记错的话 邪天子以令诸侯 是当年居寿 却袁绍的话 孙权邀请袁绍 加入群聊 拉他进来干嘛 这个干大事而牺牲 见小利而望命的东西 我们和他 没什么好料的 至少他作为一个失败的案例 可以说是很成功了 全国人民都知道 关渡之战 袁绍不会用人 不懂战略 优柔寡断 交兵必败 靠什么 我是进来看这些的 看到你这张脸 我就想到国家的 十生失败论了 巴士 轮不到你个挖人墙角 烧人粮仓 掠夺别人革命果实的贼子 说我 不那是挖墙角吗 那是你的墙角 自己跑过来的 是啊 他极力拉拢关羽 给口名送鸡舌香 那才是真挖墙角 良心择目而惜 武功放心 您这样的民主吸引到的人 自然不会轻易被他人迷惑 要不是与优投敌 给你献祭让你烧巫草 这关渡之战胜算 可不在你 能挖走你的臣子 说明我有用人之能 烧你的粮仓 说明我有酱病之财 至于掠夺他人革命果实吗 司马依 你这边掠夺别人革命果实的贼子 这也能躺枪 等一下 你的玩意能叫革命吗 我这不叫革命 难道刘备那种 复辟前朝宗法的血缘崇拜 是革命 再说 袁绍你 四十三宫 也是个封建大地主 关渡之战 是我革你的命 怎么是我抢夺你的故事 错付了 你我二人 还有那首乌朝的淳于穷 当年同是西元校尉 岂知会有今日 哎 我说大叔 那居兽的话 但凡你听了一句 你又岂会有今日 教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 你犹犹豫豫 关肚子时候 教你缓禁你不听 教你保护粮草 你也不听 轮得到你小子来说我 孙策教你那事不觉 学问张昭 张昭的话你听过是怎的 咳 我听过几句 这个拘兽是真的惨 袁绍你输了我 李玉与他 他还时时想着你 没办法 我只好把这个 不能为我所用的好谋士杀了 田丰更惨吧 和拘兽相似的才能与忠心 好多计策都是他和拘兽一起提的 他甚至都没来得及落到别人手里 就被袁绍自己杀了 袁绍当时江山来得太快 夜郎自大 因而 港币自用 很典型了 所以说交兵必败啊 刘老板的七十万大军 被我陆训火烧连营 也是交兵必败吧 孙老板说得对 你十万大军 冲不破我张留的八百人 也是交兵必败 恭喜孙权 喜提孙十万 荣誉称号 这个罗冠宗实在太没礼貌了 我先打为敬了 你是挺有礼貌的 大魏吾王